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搞政治的对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转变 可能一部分原因他本人也喜欢政治 另外一部分原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为民服务的公仆 有这么一颗为社会为社区来做贡献的心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你这个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进去做的 不是这么简单 他说他自己选举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当选 也是第一位大陆背景的华裔议员 您跟他应该都认识都有交流 对吧 他说我每次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去了解民情 做竞选等等之类的 你看我们背景的这个照片换了一张 这应该是去年您在争取竞选连任的时候 对吧 某一次活动的这个照片 现在好像刚才我也提到了 这个选区有所变化 就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分割范围 对吧 有点变化 好像是南边现在划程从highway7开始一直到19街 是吧 对吧 西边是从我版是吧 不 404 404开始 到东边一直到warden 对对对吧 是新的这个一个选区的范围 我不知道这个何元现在当了议员已经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了 对吧 您觉得这个从这五年的这个经历啊 包括有一次连任的这个经历 您个人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是开心 如果用三个字来说是不开心 我相信肯定会想到开心了对不对 但是呢你会不会觉得也比较比较累呢 或者说有时候人就说我是痛并快乐的 您会觉得我是累并快乐的吗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各地都见到您的身影 各种活动都会去这个参与 包括一些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事情 对 你说得对 累就不会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热爱这份工作呢 其实你做不到的 因为首先这份工作呢 其实就不是说part time或full time 其实是over time 一天25小时你都不够时间的 因为大家知道加拿大就是三级政府 其实每一级政府都有不同的工作范围 而且我知道您这个万景师里面有很多委员会 十几个将近20个委员会 您都是成员之一 对吧 什么财经委员会啊 甚至小到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事都有委员会 是的 我就是心想 您要每天都参加一个委员会的会议 你都分身乏数了一些 是的 你说得对了 在外满感市就有大约50个委员会 至少的委员会 好了 我们的工作其实最主要是逢星期一和星期二 就是有些开会是compulsory的 就是由早上开到慢的 比如由早上九点钟 说就说晚上九点 但很多时候都会开到深夜十二点钟 甚至是over time over time 星期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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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基本上我们就很少一定要开会 因此很多人如果做part time的 就告两天假 星期一、星期二告两天假 星期三、四、四、五就可以上班的 但是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加入那些委员会 做这么多事 不要做这么多事 对我来说当然会不同 因为其实我是由推动别人参政 后来到自己出来参政 其实我是带着一个使命去做这件事 既然这么辛苦就是选到 那为什么不争取多些机会呢 去服务市民呢 因此其实我参加的会都相当多 我初四年我入了18个会 今次我还去了22个会 三、四、四、五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 真的是作为一名议员不容易 其实我发现好像我们做传媒 常常都很想邀请议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你有没有计过最高纪录 一天要参加多少 我知道最旺肯定是那些农历新年 新年性的 从吃早餐开始 你不知道吃多少餐 早餐会 午餐会中间又是各种 你最多可以去到多少个 其实呢 就不太多 不多的 说一天呢 就是去年那个年三十晚 年三十晚最多 早上一个 下午一个 夜晚五个 但是呢 幸好一件事就是 夜晚五个活动 都去了 五个年都去了吗 最后 我都是跟市长在一起 所以 跟市长在一起 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 他去到每一个地点 原来有个专用车位 不用找位排车 进去之后 大家 他当然会讲话 我们很多时候都上台 讲一些话 然后呢 我们下台没多久呢 我们就会离开 你说的是我们万锦市 唱那个上海滩的一个 对啊 唱完上海滩走 现在他会唱的中文歌多了 越来越多 一晚要出席五个活动 那会不会去换一下歌 五个活动唱五首歌 是啊 现在最惨的是 五个活动都唱这两首歌 上海滩论论 代表我们 其实呢 其实呢 他已经开始学第三 第四首 但是呢 因为看到一样东西 我们真的很忙 他自己都没时间练 他第三第四 其实呢 他学了都很久了 都两三年了 好像昨天还是前天 他刚举行的一个晚夜吧 好像是什么 是一个丑谈的晚夜 我忘了 他每年会举行一次 其实您平时也举行 一年有两次 我记得是 比如说新年的时候 也有一个圣诞的一个联欢会 对吧 邀请自己选区里面的民众一起来 好像夏天也有一次是吧 烧烤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每年一度 现在都会来举行的 是吧 所以这次必须要邀请咱们两个 这次还没举行了吧 夏天 还没举行 还没举行 我已经选了歌 唱征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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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这个 不仅要参加委员会 平时还得组织自己的选 要练歌 还要练歌 对啊 唱一首还不过 譬如今年就特别辛苦的 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去年是竞选年 竞选年有很多议题 我们就没有开始到 最简单就是财政二算案 我们其实过去是由前一年的十月就开始开会 但是去年大家知道就是十月尾至选举 十二月一号才上任 因此就是我们的财政二算案是拖拖到今年年头二月才开始 对 就是变成了将那些事情迫在一起 其实我们今年年头过去这几个月都很忙 而且未来的六月我们估计都忙得不得了 先打断一下何议员 我知道这个事情排得非常多 包括刚才说到的预算 包括今年的省预算也好 联邦预算也好都推迟了 对吧 包括咱们几个地区的预算也有推迟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详细来聊聊我们的预算案 包括我们的万景在宁选区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我们关心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